排队的学问 要把基础知识掌握牢固 好了话不多说 赶紧一块跟乐老师瞧一瞧 闹闹和悠悠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宝贝们 首先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课前活动 一块来猜猜迷语吧 阴桌小鸡 电脑机的小朋友 如果你认识字的话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有语气 来朗读一下这个问题吧 小伙伴一起玩 阴桌小鸡一长串 小迷个高站前面 十位同学在后面 大勇对面跑得快 专抓龙尾玩得欢 想一想 算一算 共有几个小伙伴 题目我读完了 同学们一定都玩过 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对吗 我们知道在这个游戏当中啊 有一个人要当老鹰 而另外一些小朋友需要当小鸡 还有一个人需要当 没错 鸡妈妈 用来保护这些小鸡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就到小鸡 同学们 暂停视频见 乐乐老师给你时间 请大家迅速的试一试吧 怎么样 宝贝们 做完了吗 哇 我看到了 有一些小朋友 那个算是列的非常的漂亮 下边啊 跟着我 共同来对一对答案 看一看你做的是否正确 来 准备吧 本题说到了 小鸣个儿高 站前面 我们知道小鸣在这里面充当的 应该是 母鸡的角色 对吗 鸡妈妈 十位同学在后面 咱们知道了 十位同学是当什么呀 是当小鸡的 没错 这还有呢 大勇对面 跑得快 注意了 这个大勇很显然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凶的老鸣吧 对不对 所以最后 我们在算的时候 准备 小鸣 鸡妈妈 十位同学 小鸡 再来个大勇 是老鸣 所以最后 应该等于多少 哎 应该是 十二 注意了 有余呀 本题当中 要问的是 共有几个 所以建议大家 把单位名称写好 十二 二个就OK了 怎么样 同学们 这道小题 你 做对了吗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